管开江景 舔开江鱼 正确解锁东北的春天 争先恐后 天刚蒙蒙亮就下网开武 这个鱼船的运气怎样 开江第一网收获如何 冬集鱼室逛一圈 三花五螺 十八子 哪种鱼价格最高 塔兰哈 清蒸白鱼 清炖熬花 福远全鱼宴 滋味如何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五一特别节目 春味正好美食行 乌苏里江自南向北 黑龙江游西向东 浩浩荡荡在中国的最东北相遇 两江交互的三角地带 就是有着中国冬集美中的浮远市 每年4月20号左右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浮远段会陆续开江 但浮兵走空后 浮远渔民就会开始准备张网捕捞开江鱼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 黑龙江省浮远市的南港渔港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39条渔船 他们正在为一年一度的开捕做准备 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呢 咱们当地的渔民呢 也将迎来一年最繁忙的渔迹 他们正在忙些什么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胡金发是这个渔业队的队长 他告诉我们 浮远渔民伊利高 在喝着鱼里的意思是 金色的渔滩 这里的开疆文化可追溯到700多年前 南港渔港是浮远市主要的渔船停靠地之一 在这里记得看到 每艘渔船都已经完成了检验 喷上了全新的船号 渔民们有的在整理渔网 有的在检修机器 记者注意到 旁边的这艘渔船 渔民把已经放到了船上的渔网 紧急换了下来 他告诉记者 按照他的判断 明天第一网鱼 应该是捕捞到鲤鱼的可能性比较大 当地渔民告诉记者 他们早在半个多月前 就已经开始为今年的开疆做准备了 接着看到摊地边上已经搭起了检验的帐篷 接下来的日子里 这些渔民吃住都要在这里 直到休余期 每年都会在这固定的位置是吧 这有一些永久的设施 对 大锅打得火炕热乎 这是咱们给他们准备的吗 还是 全是渔民自己搭建的 他自己搭好的 但是我们有管理是吧 亮了 亮了 其实 对 电路也给他们准备好 对对对 经过一个冬天的休息 记者看到这里的渔民一个个都是跃跃欲试 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 您预测一下明天的这个捕捞的情况会怎么样 这个水利的话 预计反正是比我家都好吧 福远作为全国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 凌晨三点半钟 天光已经开始慢慢放白 前几天因为大风和暴雨的原因 开价的日期已经推迟了一天 渔民的心情一直在等待中煎熬着 今天虽然依旧风很大 体感温度很低 但是已经压抑不住大家的热情 随着队长的一声令下 三十多条渔船陆续驶进乌苏里江 开年第一网终于拉开了大幕 记者搭乘的是队长胡金发的渔船 他首先要巡视渔区的整体情况 看看大家的捕捞是否顺利 因为是开年的第一网 福兵刚刚走完 水下情况还很复杂 容易出现各种意外 果然刚刚行驶不远 就碰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这艘渔船的网 因为挂上了水下的一根大木头 万般无奈只能选择把网割断 掉头使回码头换网 另外两艘渔船 因为水势太急 各自的渔网纠缠到了一起 它俩的网就压一起了 这船的网就是属于这家有挂 挂上了 对 一冬天雨得树炸了啥的 什么东西的 就挂着 完了这网一挂 就挂着挂着以后 慢慢咱又专门拉摊的 到给它挂着起上来了 出师不利 一股紧张的气氛 开始出现在了整个渔局的上空 队长胡杰发的表情 也越来越凝重 今天这第一网开疆鱼 是否能顺利 收获多少呢 这时 远处又开过了一艘渔船 我们靠上去得知 它们的渔网挂坏了 要回港盘望 你第一网先来 上哪 哪边 好 上哪一道 行 第一网就收获 这第一网有收获的是吧 这是什么鱼 鞭刮鲜鱼 鞭鱼和鞭刮 是 这是三条 还可以吗 可以 就不 β 我看您 还有点勉强 好的 好 行 有 还好 好 这时太阳已经从东方开始升起 虽然江面上依旧风停大 但是多多少少缓解了大家紧张的心情 胡金发决定开始下网 经过50分钟的等待 鱼棉开始收网 记者的鲜叶提到了嗓子哑 随着水里的网越来越少 大家的表情也越来越失望 空晕 没有 打了一个空网 没有鱼 回到了码头 胡队长脸上的笑容多少有点勉强 他告诉记者 第一天开捕这种情况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因为今年的水量偏小 头两天收获不高也算正常 不过几家欢乐几家愁 码头上没有收获的鱼棉开始紧张地调整 为下一趟出发做准备 捕着鱼的鱼棉则开始兴奋地盘点自己的收获 刚刚捞上来的 打不到大鱼是打小鱼 这都是小鱼 对 这是什么鱼种 穿钉子 板房 穿钉子 对 鱼今天能卖什么价 穿钉子156块钱 156块钱 胡队长带我们打开了另一艘船的船舱 这就是鲤鱼是吧 对 鲤鱼 这得有多少斤 这个得有4斤多 4斤多 看真漂亮 光鲤鲤鱼 这个现在市场价得多少菜 这个得60多块钱一斤 这60多一斤 看吧 五十几家鲤鱼 然后就200多 对 这是白鱼 这就是白鱼 对 这条也不小 二斤多 那白鱼多少钱一斤现在 白鱼40块钱吧 这个呢 这是边缸 这是边缸吗 对 像边缸 这多少钱一斤 这个 156块钱 15多块钱 狗鱼 红屋鱼里长的 这是咱们这儿的特色吧 对 这叫狗鱼 对 福远市有大小和流 56条 虎抛700多个 是我国东北特种鱼类 最全产量最多的地区 素有淡水鱼都的美鱼 还是中国巡黄鱼之乡 和中国大马哈鱼之乡 随着鱼船不断靠岸 岸上已经有前来收鱼的车 李鱼在江边做收鱼生意 已经16年了 从早上4点到中午11点 它已经收了有700多斤鱼 这里边我看这条鱼 这是白鱼 这是白鱼 这得多少斤 这四五斤 四五斤 这样是边 这哪个比较值钱 白鱼 还是大白鱼值钱 大白鱼 越大越值钱 对 越大越值钱 什么鱼都越大越值钱 我看您这装了满满的 这一箱了 这里边还有是吧 对 这里边是里的养活鱼 活鱼 它得是离不了水 对 这种鱼 出水就死了 鲤鱼 白莲 鞭鱼 都是乌苏里江比较常见的鱼种 鲤鱼告诉记者 今年开江鱼的价格高低 取决于鱼的量多少 目前看鲤鱼较多 越大的鲤鱼价格就越高 一般在八九十一元一斤 今年价格怎么样 价格不太好 跟去年比呢 跟去年比相差也差不多 差个几块钱吧 差几块钱 其实差距不大是吧 对 差距不太大 咱们这鱼主要销往什么地方 就是富远 就是咱们中 也是黑东江省各地吧 全国各地基本上都有这个销售 因为咱们五水江是 代当中国是产鱼的地方 就产那个三花五螺 所以说是四面八方 有的想吃纯正的野生鱼 就是有的发往全国各地 在富远 由于江里的鱼种很多 鱼民们便把一些当地特有的鱼种 称作三花五螺十八子 其中三花是 我穿钉子柳根子等 我穿钉子柳根子等 六七斤 这是鱼月大月之前 对 月大月之前 咱们这叫白鱼 它有的地方叫岛子 岛子 对 这就是那个翘嘴岛子 翘嘴岛子 就是翘嘴鱼是吧 对 这项得什么价 这样一条反正就是 一斤钱 起不十块钱左右 完一条就是五六百块钱 六七百块钱 就是这一条 对 这两条就离千多块钱 对 看甲晨刚刚和李玉在码头完成了交易 他告诉记者 这些收到的活鱼 他要拉到浮远的东极鱼室上进行交易 记者跟着这车开江鱼 来到了东极鱼室里的门店 瞬间就被来买鱼的人 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是咱们刚买的 这是这叫什么 重重 重重 是吧 这个怎么样的价格 您觉得 价格 小贵 小贵 比以前买贵了的 那 40一斤的 这是40一斤的 这怎么做好吃 这青山红烧都行 板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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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黄是吧 手里面就不是嘛 嗯 嗯 这个怎么做好吃 你咋吃都行 煎酱 闷 好多种做法 对 这鱼特别鲜是吧 对对对 这什么酱啊 八块 八块 觉得怎么样贵不贵 啊 贵不贵 想吃就不贵 想吃就不贵 打扰一下 我看您买的这叫什么鱼啊 这叫计划 这叫计划 哦 这是买了多少 三花五螺的几乎 二十 二十一斤 对 这是回去怎么吃打算 论着吃 炖着吃 咱们这儿鱼挺好的 咱们这儿鱼挺好的 这鱼干辣 三花五螺里 是吧 在福远 有句俗语叫开江鱼下蛋鸡 说的就是当地两种春季的美味 经过一个漫长冬季的土腊出现 江河里的鱼儿脂肪含量骤浅 肉质更鲜美细呢 最主要的是鱼体内的脏东西全部都排放干净 这时的江鲜毫无腥味 看贾成早上收到的这一车八百多斤的开江鱼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我看您这一车鱼拉回来之后 马上大家就 那对必须 咱们在那儿收 你也看上了 说不定 江鱼它就是好卖 它不光是咱们卖给普通消费者 对 对 就包括我们买鱼这些市场人 也都在那儿拿 也从那儿拿 对 因为咱这东西 说不定 咱保证这个是纯野生 这儿鱼好在什么地方 咱这鱼好在就是 你吃的口感干啥的 指定是比那个养殖要强 对 口感纯野生 肉质发紧是 发甜 才能养殖鱼 就跟咱的鱼比不了了 看甲城告诉记者 这里的鱼都是根据大小定价的 四斤多一条的鲤鱼 今天的售价是三十五元一节 三斤一条的鲤鱼 就是二十五元一节 要是一条只重两斤多的话 就只能卖到十五元一节 像这些十斤左右的鲤鱼 一整条算下来 差不多八百元 虽然价格相差挺大 但是口感都是一样的 普通消费者都会选一些体型小一点的 大鱼基本就运往全国各地销售了 因为这几年生态保护的好 乌苏里江和黑龙江里 时常能打到体型硕大的鱼 四十多斤 好沉啊 怎么样 它这嘴的刺特别锋利 对 它张合力特别大 而且它嘴部肌肉特别发达 咬住什么东西 它来一个像鳄鱼那种死亡放滚 对 什么都逃不过它 看这羊 特别锋利 你看它小 特别密 它咬住什么就跑不了 特别凶悍 普通的胶色网拿不住的 就是说凝绒网能拿住的 目前市场上价格最高的是凹花 学名叫鲑鱼 今天的售价达到了180元一截 那野生的凹花和养殖的凹花 消费者该怎么判断呢 看那个 看那个花 看那个花 养殖的身上就是全一堆小碎花 就是不像咱这个都是大花 它叫凹花 对 你像那个南方养殖的鲑鱼啊 就身上全都是小碎花 它那个花 花纹跟咱的花纹不一样 它就连不成片 对对对 它就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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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非常小 你像咱这凹花说不定 它就是越大这个花纹越明显 东极鱼室是浮远最大的鱼室 二百六十多米长的街道两行 集中了六十多家大大小小的鱼行 商户告诉记者 因为是刚开江湖鱼 气温低 所以鱼的数量品种并不是很多 等过几天天气转暖 鱼的数量和品种会增加不少 价格就会下降 今年的这个价格比去年您觉得 便宜 今天便宜点 便宜 便宜很多 多呀 所以说它就便宜 鱼量上来了 开江碗 您说开江碗 对 鱼量多了 它的价格就算便宜了 对 随着开江鱼的陆续上市 鱼室里的经营者 也开启了繁忙模式 这些价格不菲的大鱼 每条都会装水 充养风口 保证运到目的地的时候 还是活蹦乱跳的 开江鱼肉质紧实 不肥不烂的异常鲜美 福运人对江鱼的做法 犹如东北人性格一样粗犷豪放 而又不失个性 在福运这个季节 一定要品尝的就是塔拉哈 塔拉哈是赫哲语 意思是烤生鱼 塔拉哈是赫哲族人平时经常吃的菜 也是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佳肴 当地人都会选用鲜活鲤鱼 不肥不瘦 吃起来鲜嫩味美 把鱼皮烙熟 鱼肉片成鱼片 和香葱黄瓜拌在一起 熟鱼皮和生鱼肉在口腔里混合 会形成一种奇妙的口感 这个塔拉哈 就基本上都是啥 来了重要的客人 然后会上这道菜 也是对于客人的一个尊重 重视 它本身是一道生鱼片做的 对 那这个咱们这个地方敢吃这个鱼生 就说明咱们这个 对咱们这个鱼的品质和水质 其实是很有信心的 是吧 因为刚开江嘛 刚吃鱼 它这个又不是那么松懈 进食 吃起来就有点Q弹 对 然后野生鱼呢 它又爱运动 对 就是比较紧实 没有那么多脂肪 没有什么腥味 而且经过咱们这个调制以后呢 尤其用了这个醋 把这个鱼鲜味 都做了一个提升 这座塔拉哈剩下的鲤鱼还可以红烧 在当地叫做一鱼两吃 吃完第一道迎宾菜 接下来就要从三花五螺十八子排名榜首的敖花开始了 辅远人制作敖花 通常都选用清炖的方法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出敖花的鲜味 去鳞的敖花 要先用油把表皮炸一下 然后就放入水清炖 这样煮出来的鱼汤 汤色乳白浓稠 特别有营养 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 当地在炖鱼的时候 会使用一种叫做山花椒的配料 山花椒 这是山花椒 山花椒 对 这是一种野的花椒 对野花椒 我们取的是应该是它这个汁是吧 对 不像我们别的地方看到花椒 它是用它的那个果实上那种粒 它就是花椒的那种味道 但是没有那么重 对 事先搁水泡了一下了 这还泡一下 要不然味还没有这么重 我们其实并不是希望 这个花椒的这个味道 压住它的鲜味 对 这个花椒比较清香 比较清香的 酸拌肉 对 酸拌肉 这个对于我来说特别的友善 因为我那个作为北方人 我们那个地方吃鱼少 特别不会对付鱼刺 对 我就特别喜欢吃这样的菜 就是刚入口的时候 为什么我笑了 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的韧 对 这个和其他地方吃到的 这个鲑鱼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大家来这一定要吃这道菜 是吧 对 特别鲜 现在第一个月 就要看的 会给你填了 有何通过或者是 没有 在这里 因为我对» 我看的 如果是一个人 虫唇 按照字面理解它应该是双层重复那个感觉 是吧 是这个鱼它的这个嘴唇应该是有特点的 是吧 这一翻的话它应该是像两个嘴唇一样 是吧 所以叫虫唇 而且这个鱼呢 这个蒙登西看的还特别像是这个 这个嘴肿了的感觉 这鱼最好吃的位置就是它的嘴 大厨介绍说 因为要最大限度的让客人们体验这里姜鱼的鲜味 所以服务员本地做鱼都是尽可能的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配料最多的就是去腥的葱姜 调味也只用食盐 即使是山花椒也是泡水后再使用 这个虫虫鱼的这个嘴就是从这样的人看出来 满满的就用胶原蛋白 这应该是女士特别喜欢 美容菜是吧 我们来试一下 就是 大家要是吃过那个红烧肘子 然后吃那个肘子皮 炖的烂烂的那种感觉 就是只有这种感觉 但是呢 要比它好吃的多 然后这个鲜味 非常重 非常浓 然后呢 不像那个吃那个就是还有个油腻的那种感觉 这个很轻的那种口感 白鱼 俗称大白鱼 翘嘴白鱼 自然分布极广 是我国南北水域常见的淡水鱼类 这种鱼生长快 个体大 最大个体可达十公斤 肉质白而细嫩 味美而不腥 一贯被视为上等佳肴 制作它最好的办法就是清蒸 其实我们想吃到一种鱼的这种鲜味的话 这个清蒸是最好的一种做法 我刚才吃进去的时候 就感觉到好像 一股浓鲜就在口腔里面 就一直转一直转 然后就往上顶 是吧 然后就觉得 哇一下子升华的那种感觉 哇 在这冲击力特别的强 就是保持这个鱼的这个鲜嫩的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